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梅西吴磊的表现仍有失水准 还有媒体认为应该警惕韩国克星与大宝斯拯救中国的是吉尔吉斯斯坦文将 而不是吴磊在前吴磊被视为决定比赛的球员 但他却在比赛中陷入沉寂 吴磊利亚多位国际球员取得中超最佳射手 但他却在国家队的比赛中少有出彩发挥 在国家队的59场比赛中 仅取得13球无垒射门多次偏离目标 并为给球迷留下最好的第一印象 这也是中国队的野忧所在首尔体育报 于大宝拯救了中国 必须对他提高警惕于大宝 是韩国足球界所熟悉的球员 2017年3月 在世界杯预选赛上 正是他的头球 让韩国最终败杯 他曾多次出战对阵韩国的多场比赛 2017年东亚杯 他在中场前打了一球 帮助中国2比2班平 分场于大宝在第24分钟替补出场 这是李皮一个关键性的换人 Spoils 中国梅西五磊 中超射手王德芬不合格五磊 在若居吉尔吉斯斯坦面前保持了沉默 在比赛中 他多次获得破门良机 但是并没有帮助球队将优势转化为进球 中国颁平比分的一球 还源于对方门将的失误虽然获胜 但中国队的比赛无疑是令人举荡的 要想走得更远 吴磊还需担当更多STN14亿中国人的 骄傲吴磊的表现太平淡 作为国家队的头牌 他的存在感还是不够强烈无垒 在2018赛季中超轰进27球 获得了14亿人的支持 在中国球迷将他视为孙行民 但是 他却消失在球场只有实力和自信 才能赢得掌声小百邓 2019年阿联酋亚洲杯